香港人喜歡去日本旅行 東京更是第一位 來到東京, 怎會不去魚山勝地? 築地市場 不過提提你, 築地市場已經搬走了 在10月11日 魚市場正式搬到來豐州 成為新景點, 豐州市場 豐州市場雖然是新景點 跟築地相比, 離市區遠一點 包括旅行車站、市場前站 交通一樣方便 第一個方法就是去到我身口的新橋站 認住旁邊的標誌 代表百合海歐號 坐十三個站之後 就會到了市場前站 還有另一個方法 就是在JL新橋站的銀座出口 一出來就會看到 市檸一巴士可以直接到豐州市場 兩個方法的行車時間都差不多 大概需要25至30分鐘 不過乘八合海歐號的話 车费会比较贵 出车站要沿着天桥左右 两边走三至七分钟 才去到市场不同的大楼 但胜在沿路指示十分清晰 去到哪里也不怕当失路 而乘搭101巴士的话 我们建议乘到封州市场 因为一下车 就有不同餐厅的管理楼 离开的时候 也可以在这里乘搭巴士走 封州这个地方 就算是很熟悉东京的香港人 也可能有点陌生 因为这块地 都是几十年前填海才有 而它的读法 也有很多人谈论 因为照中文的读法 是读泥州 但其实这里命名的时候 日文是toyo 即是风田、风神的风音一样 只是到了80年代 日本进行简化汉字运动 就将封字改成这样写 所以大部分人尊重这个地方 都会称它为封州 封州市场主要由三大区组成 分别是五阶区梭果楼 六阶区水产中介批发卖长楼 以及七阶区管理楼 和水产批发卖长楼 各类型店铺分布在各个大楼 最高有六层楼 与足地市场一片平地相比 封州市场虽然多了一份现代感 不过望络就和一般商场 没有什么分别 失去鱼市场的旧有味道 最近市场前站的梳果楼 可以透过参观通道的大玻璃 看买卖蔬菜水果的情况 而大楼另一面的地面 就有三间食市 包括数一数二的寿司名店 大和寿司也占了两个铺位 沿着天桥走到管理楼 这里有个小型的展览馆 介绍了东京鱼市场的历史 还可以一睹市场精灵 和大型模型吞奶鱼的风采 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这里的网络好像地方小小 但是同层有13间食市进驻 包括不少足地人气餐厅 百千代和神乐寿司 长时间大排长龙 至于水产批发卖长楼 就是拍卖吞奶鱼的地方 连着管理楼, 过一条天桥就到了 每个人都有这张证 才可以进来参观 下面就是吞奶鱼批发场 每间中介批发公司 都在下面选自己心仪的吞奶鱼 拍卖吞奶鱼的情况和触地差不多 但是因为新环境限制 不少地方还禁止旅客进入 暂时只能隔着玻璃看拍卖 环境是舒服了 但是所有声音都变成无声立喊 想感受以前的热闹气氛 可能要等到下年1月15日之后 才有机会近距离参观 我身后这栋是水产中介批发卖长楼 它是这么多栋中建筑面积最大的 有得买, 有得吃 里面有22间餐厅这么多的 水产中介批发卖长楼 一楼是壽司店买卖水产的区域 跟拍卖区一样 暂时只能在三楼透过大玻璃 撞一撞内类的环境 不过三楼还展示了四季盛产的鱼类 想有多互动? 站上这两架鱼市场 通常运货车打卡拍照 另外, 再走上四楼 就是近80间店铺的商店街 就算一早六、七点来到 商店都开得七七八八 随手都可以买到不同类型的手信 连竹地场外市场的人气肉指销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走得累吗? 还可以上屋顶绿化广场草地 看着东京湾和东京铁塔休息一下 好, 真是很捨异 不过说到这幢大楼的重头戏 就当然位于三楼的美食区 这边打了蛇饼 那边又排得转弯 因为竹地最出名的壽司店 都搬来这里 包括港人最爱餐厅, 壽司大 看来好像不太多人 让我们先排队试吃 八点镜的时候, 我拿了这张筹 职员叫我一个小时后再回来 但是还没吃得住, 要再等三个小时 究竟到最后, 我要等多久才能吃 与足地相比, 餐厅内座位 由13个变到17个 但一样都要排得这么久 最终我们用了 熟足三个小时才能成功排得到 不过吃什么好呢? 如果大家不知道如何选择 我们推介师傅法版套餐, 我妈咖啡 师傅会视乎每天最新鲜的材料 选择10款寿司给你 最后自己还可以选择一款寿司 也只是四千五百日圆 一道道寿司逐个赶上 不用点豉油 吃到经意, 觉得很够味、很新鲜 绝对是值得吃的 肝鸣 这位师傅不单只会用广东话 说寿司名, 它手势纯熟 做出来的份量一点也不顾寒 看看无论是海胆 还是三文鱼子都多得满舌 一口吃入口, 鱼子一粒粒在口中 咔破 鲜甜金香的鱼油味 立即充斥整个美类 真是想叫多一声 And call 不过再提醒大家, 这是平日 在早上10点20分的时候 餐厅已经贴了告示 宣布今天的丑, 全拍了 令不少人都撲胸 看怕想吃的人下次请早 多早? 最好坐头班车来排队吧 封州市场由凌晨5点开到下午5点 不过不少店铺到下午2、3点 就开始关门 来之前记住留意 一场来到封州市场 又怎会只吃寿司这么少 还有鱼生海鲜丹 和甜品一样都很吸引 留意明天的东张西望